这个五一小长架前半段是自拨烧烤 后半段是塞尔达偷跑 其实游戏在伤识之前泄露偷跑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这次比较特别 首先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是一款备受关注的游戏 而且它的前作矿已窒息 人气颇高 本来这款新作是5月12号发售 结果5月2号提前10天游戏的文件就被泄露了 被破解了 并且人家把资源都发到了网上 这个文件可以用模拟器来玩 据说还能4K60帧 任天堂Switch的原版也就720p30帧 其实就算这样也还好 自己在家偷偷的用电脑玩盗版 别出去说下 但有的主播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直播玩这款游戏的盗版 甚至还辱骂买正版游戏的玩家 说这游戏还要花钱 还要等10天 甚至还在用这种低分辨率低帧率玩 有的评论也跟着附和 说这是因为任天堂防破解技术太差了 这款游戏在国内是非法出版物 我们玩的是慈禧付费版等等等等 这种主播真是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为了流量 没有一点底线 我想真正喜欢玩塞尔达的玩家 他会舍不得花300块钱 买一个自己喜欢的游戏吗 他会在乎多等这10天吗 5年都等了 还在乎这几天 塞尔达游戏的魅力 会因为这30帧就没人玩了吗 我认识一名小学生 他也是塞尔达的粉丝 他都不会玩这种盗版游戏 他会用自己的努力 取得更好的其中考试成绩 获得家长赠送他 这款游戏的正版卡带 现在孩子都这样了 我们这代人还在认为 玩盗版是理所应当的 是不是也要反思一下 我估计以后 这种偷跑的事还会发生 因为实体游戏的载体 光盘和卡带 需要提前送拿销售店铺 甚至更高级别的渠道商 会更早拿到卡带或者光盘 当然他们这是有保密协议的 违规会重罚 这次事件 国外的下载网站 直播平台都对这款游戏进行了下架 国内估计也快了 主播也会收到相应的处理 玩盗版的玩家 今后不会消失 只会越来越少 每个人选择不同 可能是经济原因 可能是别的原因 其实早在30年前 我也玩盗版FC游戏 甚至连玩的游戏机都是盗版的 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正版 没有正版哪来的盗版 估计那时候99%的玩家 玩的都是盗版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正版渠道越来越多 越来越完善 整个流程体验越来越好 但是盗版被打压 渠道越来越少 整个流程越来越受到抑制 玩家体验越来越差 就拿这款游戏来说 现在用电脑玩这款游戏的破解版 也不是完美的 首先资源不好找 下载速度也慢 想快速下载 还得花钱买会员 你钱不是花在这 就是花在那 下载之后 还要各种模拟器的设置 调试 还要到网上找教程 遇到问题 各种问 游戏还没玩 心已经很累了 同意的点赞 甚至我看到有些评论说 这款游戏在模拟器上运行 连CJ音画都不同步 有的人说玩得起来 一卡一卡的 有的人说4090显卡 也不能稳60帧 费这么大劲 玩这游戏的 甚至还通关的 我认为不是真正的玩家 主要是为了流量 我还看到 有人已经做出了 一部分的视频攻略 但是播放量并不高 而且在评论区 被骂得很惨 怼的最多的就是 说他操作十分不熟练 以前应该没怎么接触过 这款游戏 一波玩盗版的 一波玩正版的 大多数人都在吃瓜和观望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写到评论区